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PUB Academy 那我是PUB Security商马科技的Account 那我今天呢,是又要再次来到这边跟各位分享 就是关于PUB的一系列课程 那上次呢,我们有提到了PUB的一个基础的介绍 那我们今天呢,会更深入一点介绍 就是关于PUB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就是关于PUB的Reliability 那还有就是说PUB的Reliability呢 为什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 那首先呢,是今天的内容 那首先我会先简单对上次的内容做一个Recap 那再简单跟各位再复习一下说 我们的PUB的基本观念有哪一些这样子 那再来会带入到就是说为什么Reliability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就是说为什么PUB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它的Reliability 那再来第三部分呢,我们会去讨论就是说 有哪一些的方式呢,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PUB的Reliability 那最后呢,我们会介绍一个怎么样 怎么设计一个Intrinsically Reliable Path 那这边用的例子呢,是一个Quantum Trolling的一个Path 那我们就会介绍说是怎么样子可以使得这个Path呢 能够具有一个,在Intrinsically呢 就具有一个非常好的Reability 那最后呢,也会总结今天的课程 那也会再简单说明一下后续的课程有哪一些的内容 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开始第一个部分 是关于就是上一次的一个Recap 那大概讲一下就是说,上次的课程呢 我们其实已经介绍了有哪一些呢 是当然是,第一是Hower Security有的重要性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讲了我们需要的一个Root of Trust 跟Path 那到底什么是Path呢 那我们也曾经做过一些系列的说明 就是我们讲到的说,Path其实是具有 Mobility,Uningness,Reliability 这样子的一个特性的一个电路 那就是有哪些重要的Path property呢 除了刚提到Reability之外呢 我们也会希望Path Unique 然后是 是就是 Unique 然后也是 Reliable 然后可以被Physical and Collarable的这样子的 具有这样子的一些特性 那 还有就是说,那这个Path呢 我们可以使用具有这样子的特性的一个电路呢 我们就可以拿它来 产生一个独特的一个Chip的一个Secret 那也就是类似Chip的Fingerprint这样子 那具有这样子的Fingerprint呢 其实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让每一个晶片呢 都可以产生出它独特的一个Key呢 我们并不需要去额外去Program 或是去Derive这个Key 或是去就是要利用 Gran number的去产生这样的Key 那其实我们只要有了Path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就是自动呢 让这个Path呢 去生成我们需要的 一把独特的一个Secret Key 这样子 那这也就是啊 Path呢 最常见 也最最最最怕 就是最常见的一个应用这样子 那这边呢 就是我们有提到 介绍了一个 StrongPath 跟WeekPath 那在比较重要的 这个WeekPath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我们讲到说 要怎么用WeekPath呢 来做Key Generation 那简单来说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Path呢 它的Unique的Data 给读取出来之后呢 当做它的Secret呢 那去搭配一些Optional的UserInput 我们可以去Derive出一把独特的Secret Key 来做Cryptographic Function 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应用 那这个UniqueDeviceSecret呢 是从这个PathArray来的 那就是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样子的Key 之后呢 我们会得到一个 就是根据这个独特的Path 才能出来的一个独特的Key呢 那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 去实现各种不同的Secret的应用 好 那简单来说就是 上述呢 就是我们上一堂课的一些重要的内容 那基本上呢 我们想要探讨的就是说 一个比较重要的目标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用我们的Path呢 来帮助我们产生独特的Secret Key 那产生出了这个独特的Secret Key呢 我们又希望它具有哪些特性呢 那这边我们就会提到说 它其实非常重要的是 我们的产生出来的Key呢 也就是我们的Path呢 其实会需要一个很好的 一个Revability 那我们在后续呢 会再做更进一步的说明 那我们就开始看一下Revability的部分 那其实前一次我们也就有提到说 Revability的重点是什么 Revability的重点呢 其实就是我们希望 这个Path的Response呢 是一个很Consistent的一个结果 那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间 那不同的条件之下呢 我们去对这个Path呢做读取呢 我每次都有希望能都读到同样的结果 那当然在比较常见的Path来说呢 并不近人呢 每次都读到一样的结果 那也就是会有所谓的Beat Error 那具有好的Revability呢 其实大致上来讲 就是说我们希望能把这个Error 降的最低越好 那最好的情况下就是完全的 没有这样子Beat Error的情形 那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时间去读取呢 跟在什么样的操作条件下呢 去做Path的读取呢 我们都可以 不会有这个Beat Error的产生 那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Path 是很Consistent 具有非常好的一个Revability 好 那为什么Revability很重要呢 其实就跟我们产生出来的Key是有关的 那其实这个跟我们Capital Function的特性 有一个很大的关联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Crypto Function 其实是没有办法ColorateError 那怎么说呢 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讲说我用了这把Key K 搭配我这个去Encrypt 我M这个Message 我会得到一个C equals to 这个Encryption的M 然后用K做加密 那这样子一个Cypher 这个C 我把它送到Decryption Engine之后 如果我用了正确的Key 是K的话 那其实我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M 但是如果说 假设我今天的K KPly 是其实它已经有一定的差异 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KPly 跟我的K 差了一个bit 那也就是说Himmin Distance 是E的一个情形 那我用这个KPly 去试图去Decrypt 这个C 这个Message 那其实我得到的M-Ply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M-Ply 当然是不会等于原始 这个M 那到底说 这个M-Ply跟M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需要去探讨 所以其实以security的角度来说 我们会希望 你给了一个很类似的Key 因为当然我们Key是随机产生的 所以也是有一定的机遇 我们会产生出两把类似的Key 但是就算说产生的Key是类似的 是差异性不大的Key的话 其实我还是会希望说 我encrypt出来的Cypher 其实是要具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性 不然说就很容易就会被猜测到 所以到底我用的Key是什么 这是我需要的 我cryptographic function需要具备的一个特性 但是这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说假如说我的Key 有一定的这样子的差异 那我就会很难去recover我的这个message 因为说我这个Key 虽然只差了一个bit 那我M会是什么样的特性 那你看到说我如果去计算 它的fraction 一个having distance的话 它会是一个接近0.5的情况 那这个情况是我们在security上面 我们会希望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虽然说我的Key只差了一个bit 但是我的m跟mpline 是几乎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看得出来m跟mpline 有什么任何的相似性这样子 那但是如果说以liability的角度来说 就是说我如果Key 不小心被corrupt掉了一个bit 我的message是完全没有办法被recover 那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的Key 是有error的情况下 我整个系统的操作其实是会有问题 那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就必须要确保 这个kpline不等于k的情景是不会发生的 我会希望说我永远 我都可以用同样对的那把key 来做一个decryption的一个动作这样子 好 那这个key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是不是从这边提到就是说 他不tororerror之外 那他到底会有什么具体的结果 那首先就是你有可能会loss掉你的资讯 因为比方说我们今天拿puff的产生出来的key 来做一个flash encryption 那这个data会透过这个puffbase的key去做一个加密 那加密的资料会存在这个flash里面 那如果说我要读取这个flash里面的资料的时候 会有什么 我会做什么 我会把这个flash加密过的资料给读取出来 那同样用这个puffbase的key去做一个解密 那如果说这个解密的key呢 这个puff假如说 这次用了puff是puff1 那下次读出来变puff2 那我derive出来的key也会不一样 用k1去做加密 那只有用k2来解密的话 那其实我就发现 我解不出原本存的资料是什么 那如果说我这个puff更严重一点 就是我这个puff是被 已经整个被比方说我刚刚提到 上一堂课可能提到过一个aging effect 那受到aging effect的影响 那这个puff呢 我就永远没有办法得到 以前那个puff值到底是什么 那这样就是代表说 其实我就没有 我就再也没有办法去 把这个原始存在flash里面的资料给读取回来 那就是说我这个资料 其实是已经被 已经丧失掉了这样子 好 那再来呢 就是说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发生的情况下 就是 其实我这个puff 假如说我就是拿来做一个authentication 那authentication我会怎么做呢 就是说因为我今天有这个puff 我同样把这个资料给读取出来 那我会透过一个derivation function 那我可能在这个情形下 我会采用一个非对称式的密码学的演算法 那我会转换出两把不同 两把key 一个是private key 一个是public key 那他们是成对的这样子 那这个public key 我会把它enroll到server上面去 那这个server呢 要怎么确认说 我现在要验证的这个puff 这个或这个chip 是当初我enroll的那个device 那个chip或那个puff 那他会透过就是送给这个晶片的一个challenge 那这个晶片 他会拿这把private key 去做一个去签署这个challenge 然后得到一个signature 然后会传回给这个server 那这个server基本上就会去利用public key 去verify这个signature 是不是正确的 那就可以去判断说 这个chip 是不是当初enroll的那一个原始的chip 那但是如果说 假设我public key 注册的时候是注册这把public key 那对应的public key 是从puff给derive而来的 那结果我实际上在做 authentication的时候 我读到这个puff是有error的 所以我读出来的这个 这个public key 同样是有error的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就会用错的public key 去签署这个challenge 那我的server就会发现说 我这个签署过来的这个签障 其实是有错误的 那我就没有办法 我其实我虽然是对的晶片 但是我拿错的key 去做一个签署 那我就会发现 我的authentication是fail的一个情形 那就会造成就是说 我整个系统其实会有 会有操作上的一个问题 那reability对puff来说 其实每一种puff 其实差异性也相当大 那这边就是我上一堂课 举过两个例子 一个是srampuff 那srampuff是使用powerup behavior 那每一次powerup的时候 虽然是同样的一个cell 那其实他这边这个cell 假如大部分情形 都是powerup成左边的右边1 但是可能在powerup过程中 有一些扰动 他可能会翻成另外一个值 变成左边1 右边是0 这样一个情形 那所以其实那srampuff 它的reability 其实是相当的不好 就是说他其实可能会有 十几percent的一个beta error 或者说这样子的情形 那另外一个我们仓词举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宽敦通路令的puff 那这宽敦通路令puff 它的好处就是什么 因为它是使用这个tomping path的一个difference 要么是在左边 要么是在右边 那这个tomping path 其实是不会根据你在readout的时候 你这在0的时间readout 在1的1秒的时候readout 其实这个tomping path 它是固定在那个位置 所以其实每次读到的值 都会是固定的 所以它其实是具有一个非常好的reability 就是说你每次读取 你其实都会读到一样的结果 那是不会有error产生的 所以其实这个case来说 固定的puff的reability 是会相当的好过于srampuff 那这边再详细说明一下 为什么srampuff 会有这样的reability的问题 那其实srampuff怎么产生 那其实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memory cell 那我们把它建立成一个 2Dimensional的array 那这个原始的差异 其实就是从左边这个inverter 跟右边这个inverter 它们的mismatch 来产生出让它power up 的时候会是不同的一个结果 那因为可能这个mMOS 比较强或者pMOS 比较弱或者任何一个mMOS 或pMOS有一定的差异性的话 它就会导致它power up 到这个state或是另外一个state 这样子 好那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那这个puffcell呢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它的是藉由两个inverter的mismatch 而产生出让它的power up pattern 其实会是不一样 但是呢其实这个mismatch 其实是random的一个结果 所以random的结果呢 其实有可能mismatch是有大有小 那这边看到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就是说这个mismatch呢 可能小到是完全没有差异的 那就会造成的这个pMOS 这两个mMOS呢 其实基本上是 几乎是identical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identical的结果 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experience path experience cell呢 可能会进入到 在power up 之后呢 可能会随着这个 因为它两个是没什么差异 那两边是没有拉开这个difference 的话它就会进入到这个 一个非常nove sensitive的meta-stable state 那接近这个meta-stable state的时候 它就会非常容易受到noise的影响 那稍微有一点noise呢 它可能就会被推到这个方向 或是推到另外一个方向 那也就是说 只要说这两个 是mismatch非常小 和identical的情况下呢 它就有可能有50%的几率呢 会是到上面这个state 另外50%的几率 也会到下面这个state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说这个特别 这个experience cell呢 它有可能就会贡献非常大量的bit error 因为它每一次出来的结果 都是有可能会不一样的 那所以说就是说这个srampath呢 它的powerup pattern 很有可能会一直改变 那也就是说这个sramcell呢 很有可能是unrevailable的一个情形 那实际上呢 我们遇到这样子的一个unrevailable 比方说一个srampath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 我们要怎么样能产生出一个稳定的一个secret key呢 那其实我们就必须要仰赖一些额外的技术 那这最常见的就是其实这边看到了一个postprocessing的一个做法 那postprocessing的做法呢 其实就是说我把pub的data呢 读出来之后呢 我会搭配一些errorcorrection的一个mechanism呢 加上这些errorcorrection function呢 去做一些错误的一个修正 那这里面可能使用到一些数学的演算法 比方说bch 或是类似的一些errorcorrection code的一个function 那但是呢 使用这样子的一个errorcorrection呢 这些数学上的演算法 其实它会需要额外的memory去存一些parity的一个资讯 那同时它也会需要比较复杂的一些errorgy的运算 那当然会增加整个pub的derive key的一个resource 那就会让它整个产生pub的一个 利用pub来产生key的这样子一个做法呢 更难以被实现这样子 那另外呢 就是说也蛮常见的一个做法 就是会在做postprocessing之前呢 会先做一个pre-stabulation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stabulation呢 其实就是有提 大家有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一个方式 那它是比较lightweight的一个做法 那可以去初步的去降低这个 readout出来的这个pub的一个error 那把这个error先降低了 error的量先降低之后呢 我postprocessing的部分的演算法 就可以用比较简单一些演算法 并不需要太复杂 不需要correct太多的error 这样子 那可以让整个系统呢 再稍微降低一些它的cost 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做法呢 大概比较常见的有 就是temporary majority voting 那有doggy musky 以及berning的一些做法 那这些做法 其实大家都有分析说 它怎么样呢 可以使得我们这个pub的这个初步这个data的reliability 是可以被提高的这样子 好 那刚刚有对这个reliability呢 的一些requirements做一些介绍 那我们也大概讲了一下 所以有哪一些步骤呢 可以使得我们的这个pub呢 变得比较reliable 那产生用力用pub呢 去产生一个reliable的key这样子 那这边呢 就会针对这些 增加reliability improved reliability的这些做法 去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 跟介绍这样子 那首先呢 是刚刚有提到过 我们的propocity里面 很重要的是一个error correction code 那error correction code 是大概是什么样呢 就是说 其实在通讯里面 这个error correction code 是非常常见 就比方说我们的 今天的无线通讯 有线通讯 或者说比较以前用的一些光碟片啊 其实里面都用到很大量的error correction 的运算 因为实际上这个资讯呢 在被读取 在被传递的过程中 都很容易会受到一些外界的干扰 那其实就会造成一些error的情景 那所以说其实这个error correction code 就很早以前就有被提出来 那比较常见的做法 大概就是这样讲 就是说我一个data 就是我要correct这个data 那会把它送进一个generator 那今天通常就是一个matrix的运算 那我就会运算出一个data 加上它的parity bit 那这data加上parity bit 那实际上我通过一个channel 或者我经过储存 或者说我再次读取出来的时候 可能被加上了一些error 那这error呢 其实它会让我的data 跟这个data string 是跟原始的值 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但是因为我透过这个error correction code 去把它做一个编码之后 我可以把它再送到decoder 而且decoder通常也是一个矩阵的运算 那就会算出跟原始的data 是一样的结果 那就是说我只要我这个error的量 是符合我这个演算法的一个 在落在我这个演算法的一个极限范围内的话 其实我都可以完整的去去重现原始的一个data 这样子 那最简单就是说我这个data 跟我这个群 搭配我这个algorithm 我就会算出了对应的这个parity bit 所以说其实我只要给定这个演算法 我的data 只要是这个error 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的话 我就可以把decode回来 那基本上如果说我的parity bit 越多呢 我可以corrate掉的error 其实是会越高 就是我的error tolerance会是越高的 那这边举一些例子 就是说比方说我用bch 这个很常见的一个做法 那其实我只要说255bit 一个bchcode的话 那比方说我的information 是247个bit 那parity点就是8个bit 那这个情形呢 我其实只能correct 最大数量就一个bit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是一个bit的情况下 我的data可以是回复成原始的data 但如果说我的error 是两个bit以上的话 那其实我出来的data 跟原来data 就不会是相同的这样子 那另外呢 另外一个例子是说 我已经换了另外一个编码 同样是25bit bch的一个encoding的一个scheme 那这边呢 我的data其实是199个bit 那我的parity bit 是56个bit 那这个情形呢 其实我就 因为我parity bit 比较多 那data比较少 那其实我可以correct的error 其实是大量是增加的 其实我可以correct 最大可以到7个bit的error 所以就是说 假如说我今天只有5个bit的error 或是某某个bit 就是小于7 小于等于7的bit的error 的话 其实我都可以 把它很好的recover回来 那也就是说 其实就是用 怎么样用parity bit 去换我这个error的一个tolerance 这样子 那这大概是error correction code 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我们要怎么使用 这个errorcorrection code 呢 来帮助我们postprocessing 帮助我们postprocessing使用 去产生出reliable的path-basedkey 那这边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做法 那这边是一个derivepath-basedkey的做法 那首先呢 我们有一个比方说 我们用srampath 那我们就把srampath的bit 给读了出来 就是读出了一次的path 就是我们的golden的一个reference 那针对这一次读取 那我会对我会产生出一个随机数 这随机数 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条件 就是只要是任意的一个值 就是一个外界不知道的一个值 就ok 这样子 那这random number 产生出来之后呢 我会透过这个 比方说bchrcorrection 我会把它encode 成一个25bit的一个string 那会加上一定的parity bit 那有可能是我刚刚上一部分提到25 然后可能有56个parity bit 之类的 或者说更多或者更少 这样子 就是根据你的puff的一个 那样的数量 你可以去调整这样子 那这个bchencoded 这个bitstring呢 我把它算出来之后呢 我会把它跟我原始的puff 我会做一个exort 那exort出来之后 就会是得到这样puff exort 这个rn加上parity bit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 你会把它存在这个nota memory里面 那就是我做完了 那我就做完了 我这个enrollment的那个动作 那实际上在这个enrollment 那实际上在field上 我要怎么样去产生出我的puff base的key 是一个reliable的puff base key 那首先呢 我会把这个puff base给读取出来 那这边我用puff point 来表示就是说 这个puff其实是有error 跟原始的puff 其实不相同 这个puff point 并不等于puff 这样子 那我的nota memory里面呢 存的是我的helper data 也就是我的puff呢 跟这个rn加parity bit 做一个运算的一个结果 那这部分我会做什么东西 我会做什么事情呢 我会把这个两个值呢 把它做一个exclusive forward 那exclusive forward 之后呢 其实呢 我就会得到的是这个puff呢 如果说这个puff 那pline其实我可以把它写成是puff 加上一个error 那原始的puff呢 跟puff加error 跟这个puffpline 跟这个export过之后呢 我的原始的puff 就会不见 我剩下error 跟这个rn 还有parity bit 做inclusive forward 那我就可以表示成是一个rn的pline 跟parity的pline 就是说这部分呢 是具有error的一个bit string 那当然因为这个code呢 这部分的code呢 我是经过bchencoded过的一个结果 那我就可以把它 假设说我的error puff的成为error 是落在我的error tolerance的一个range 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correct 成回来原始的rnpline 跟parity 这是没有error的一个结果 那我再次呢 把它跟我的harvard data 做一个exclusive forward之后呢 我得到的会是什么呢 我得到的就会是我原始的puff 就是没有error的一个puff 结果 那得到这个puff之后呢 我就可以再拿它来去做key derivation 我就可以确保说 这个产生出来的key呢 是没有error的 因为像我这个puff呢 是因为经过error correction 是一个没有error的一个结果 好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 derive path-based key之外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操作模式 就是我们可以去reconstruct一个puffmask的key 就是我们不是拿这个puff来产生key呢 而是我们直接拿这个puff来保护我们原本已经有的key 就是怎么怎么做呢 那其实就是说我这个puff 同样呢 我会把这个srampuff的bet呢 给读了出来 那我原始呢 就有一把key 那这个key呢 我会透过bch的方式呢 去设计它的parity 那以这个例子来说 同样是encode成一个25bet的一个bch的bitstream 那我会把它跟这个puff呢 去做一个exclusive for 那我这边就会得到 我会得到一个puff exclusive for key跟parity的一个结果 那同样会存在我的anavata memory里面 那就完成了我们robin的一个动作 那再来呢 我要怎么去做 实际上我要在field上 我要怎么去construct的这个puff的 就是mask的key呢 那同样呢 我会把这个puff bits呢 给读了出来 那这个puff呢 就是会有error的一个结果 那我会同时呢 我会把这harpdata呢 读出来 因为harpdata呢 是在navata memory 所以它不会有error 那我同样呢 是把这个两个结果呢 exclusive for 起来 那就会得到什么 我刚刚前面提到过 我的puff呢 puff的项呢 就会被消消除掉 那只成为error 跟这个key 跟parity bit 给exclusive for的一个结果 那所以说 其实这边就可以表现成 是一个key point 跟一个parity point 那当然如果说我这个演算法呢 挑了某一个error tolerance 那而且我puff产生出来的error 呢 是小于我这个error tolerance的一个结果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key呢 跟parity的结果 透过这个bch的decoding的方式呢 去decode回来成原始的那一把key 这样子 那是没有error的一个结果 那我就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我就可以完成了一个 reliable的一个puff mask key的一个 reconstruction 这样子 就得到了一个reliable的key 这样子 好 那 那 这边要特别强调的是 其实虽然刚刚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 去 啊 derive出一个 很reliable的key 那实际上 这并不是一个ideal的一个solution 因为也可以看到说 要实现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其实我们同时呢 需要一个rng 我们也需要一个 model time memory 来存这个helper data 那这个rng呢 去产生说我们刚前面来做 maskpuff的这个结果 或者说我需要另外 而外去产生一把key 这样子 再透过这个puff做masking 那最后再透过我们刚提到过 这样子的error correction的algorithm 去reconstruct出原本的key 那就会变成说 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外的resource 那在cause上面呢 相对于说 你把直接key存在脑袋的memory 来说 你并没有在cause上面 gain到比较大的一个好处 这样子 那虽然说 physical security的部分呢 确实是有比较好 但是 实际上加上这些部分的话 你harper data呢 其实 他也是需要去被 具有一定的保护 就是说他虽然说 他可以是一个public information 就是说 就是说你不怕他被 因为你把他用puff 或是用rendummer去mask过 所以其实你并不怕你的puff 呢 helper data呢 被attacker读取 但其实你会害怕是说 他不能被修改 就是说如果说 这个puff的helper data呢 他被篡改的话 其实你的 derive出来的key 也会是有问题的 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确保 好说这个nevata memory呢 是不能被修改 那所以说其实你还是需要做额外的 防护呢 去防护这个 存取这个helper data的 这个nevata memory 所以这也是一个额外的一个 一个花费这样子 好 那所以说 因为postprocessing 具有这样子的error correction的 一个postprocessing 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cost efficient的做法 那也就是引导到说 其实我们会需要前面提到过一些 比较liway的方式呢 去初步的降低这个error的一个数量 这样子 那所以说基本上都是会被apply 在这个postprocessing之前 那就是去想办法去 去去减低呢 这个postprocessing 所需要的error correction的一个能力 那有一些当然做的比较好的话 其实这个stabilization 他如果说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 ability的话 某些case上 他也可以去去取代掉这个error correction 但是这样子的case 并不是很常见 那这边比较常见的做法 就是透过这temporal majority voting 的方式 或者是透过darking masking的方式 我们可以去 对去去去降低这个puff 产生出来的一个 一个error的数量这样子 好那这边就针对这几个 做法呢 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首先呢是reduce errors 使用这个majority voting的方式 去降低这个error的数量 那怎么做呢 很很很 基本的做法就是说 我今天有一个puff 产生出来某一个response 那这个response 我并不是说读了一次之后 就把它output出去 而我是会在内部里面呢 有一个电路呢 我会先去读取的这个puff puff response 读个可能比较多n次 这样子 那n可能通常是一个奇数嘛 那我就会去 可以去判断说 对每一个位置的一个data 我会去做一个判断 就是说到底是0出现比较多次 还是1出现比较多次 那出现比较多次的那个结果 我们就会被当做一个finally output 那这样子的做法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其实 假设我初始的值应该是0 那通常来说error出现的数量呢 要是比这个正确的值呢 还要的几率还要来的低 就是可能说60%或40% 或者说可能90%跟10%的几率这样子 就是error出现的几率 势必是比正确的值的几率还要低 那这样子的情形的话 就是说其实我如果多做几次之后呢 比较几率出现比较高的那个pattern 就是说正确的那个pattern 出现的次数应该是要比较多才对 就是说几率是会比较高这样子 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某些 概念上来讲就是说 我把我的error给average掉 就是因为我做了很多次之后 就是大部分的次数是没有error的情况下 我的error的响应就会被我给suppress下去 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我读了越多次之后呢 我的error呢就会越少这样子 那这边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这边做一个模拟 就是说m的数量假如增加的话 其实我的error 我output error rate本来是0.05 那我读了100次之后的error error的pattern 可能被我降到30几次 -30几次 几乎是不会有错的一个情形这样子 那但是同样从这张图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说 其实如果说你原始的error呢 实际上都比较方便0.4%好 没有0.4不是40%的一个error的话 那其实你在suppress error的这个 这个的efficiency其实是相当的不好 就比方说你原本只有原本有0.05的这样子的一个error的情形 你可能只需要读个读个十次 或是说十一次几次 你就可以把error降到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准 那但是如果说你是error一开始很大的话 那你就算读了100次的话 那其实可能都还没有达到你需要的那个error的一个水准这样子 所以说其实在某些情况下才有majority voting的效果并不是那么好 就是说它只限于在你本身error的probability就比较低的情况下 它才能够发挥比较好的一个效益这样子 那除了这个temporary majority voting之外呢 也非常常见的就是使用masking的方式 就是我们去把这个pub的本身会造成error的这些pub cell给mask掉 就是把它screen out就是不要使用它们这样子 那这怎么做呢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 假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pub的response 那有好几个bit 那每一个bit cell呢 它产生出来的bit error呢 其实是不尽量相同的 这个有些可能只有0%的error 而且可能很大 它是3%的5%的error 这样子 那masking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那我就是先把它们做一个检测之后呢 我就先找出来就是说bit error rate比较低的这些cell呢 我把它们挑出来呢 拿它们来做output 那会给bit error的这些cell呢 我就直接把它mask掉 就是直接不要使用它们 就是说 把里面的会造成error的成分都拿掉 就是说我剩下的就是一个很stable的output 那这概念上其实是非常有效 就是说因为不会是每一个cell 我们刚提到过就是 就是跟mismatch的大小有关 那并不会是说每一个cell的mismatch都很小 那所以当然会有蛮多比例的 其实是很stable 有些只有少数就是 可能几十percent 或者是然后十几percent 或者更少的一个数量呢 是有error的一个case 这样子 那我们只要把这部分拿掉了 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reliability很还不错的一个output 这样子 那但是呢 其实这个部分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要怎么把这些很stable的就是会有error 这些cell给找出来 其实是相当有挑战的一个事情 那当然它也是一个非常好时的一个动作这样子 那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可以想象说就是 可以想象说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有一千个 假设我今天的error rate可能是0.1% 那这个其实我也是会对我的output造成一个影响 那但是说我要怎么检测出这个有一个的 0.1% error rate的这个cell呢 那其实我可能会需要好几千个measurement cycle 才可以找到 就是把这些有0.1%或是以下error的这些cell呢 给刷出来 就是我才能知道他们是不能使用的这样子 那变成说我就会需要一个很大量的实验数据呢 来帮助我找到这些cell 那这些在测试上呢 会是相当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再来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储存这些masking information呢 就是说我当然是必须要知道说 到底哪些cell我不能用哪些cell我可以用 那当然我会需要同样是需要一个masking的一个 我需要一个flash去存 就是说到底哪些cell呢 是能够是不应该被使用的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那其实又回到最一开始的问题 就其实我们还是尽量是希望能够避免使用到 not-out-time memory的flash的部分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又需要去存存这个masking information的话 那我还是得势必得使用这个not-out-time memory 那这也会对我的整个cost造成一定的影响 那所以说就是error correction呢 其实并不是 我觉得这个masking呢 其实并不是也并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做法这样子 好那介绍了temporal majority voting跟masking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情形 我们都会把这个两个就是方法拿来放在一起这样子 那比方说我今天这个这个case呢 就是说我会先做一个initualized test 那我会先把这个puff的里面一些比较容易出现error的部分呢 我先把它做一个masking masking掉之后呢 我每次在做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个masking information读出来 那我就会首先呢 先把这些这一些bit给清除掉 那我就会就会只剩下m个bet这样子 那那这只要这个m个bet呢 只有我才会再去做一个temporal majority voting 那就把这个原本这个m 同样还是mbet 但是我是把里面的一个majority给取出来 那就会是一个error更降低的一个情形 那最后我才会去做一个postprocessing 那当然这postprocessing要做之前 就像我们最最原先提到 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error correction的一些code 那code要储存 那所以有时候也是这边 我必须要先把这个helper data给算出来 那存在那我们知道他memory里面呢 我才能去做一个error correction的一个结果 那也就是说透过这个masking temporal majority voting 那这样这个error correction的之后呢 我才能完整的就是很好的去得到这一把 就是reliable的一个key这样子 那你看到这其实是相当复杂的一个 一个情形嘛 就是我需要透过很多的步骤呢 我才可以最终得到一个reliable的key 那所以其实要为了避免这样子一个很繁琐的一个动作 其实我们会需要这个path呢 其实是intrinsically是一个reliable 就是说我因为遇到问题就是说 其实postprocessing是一个很costly的一个动作 就是它需要增加蛮多的花费 那stabilization呢虽然说它比较low cost 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办法很完全的就是把我们消除掉 是我的error 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单纯依靠stabilization 那所以说要怎么样避免到postprocessing呢 那其实我们必须要就是想办法 让我这个path呢本身的reliability就很好的话 那其实我就不需要stabilization 也不需要postprocessing 这样我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path呢 去做一个简单的derivation之后呢 就可以得到我需要的一把key这样子 那其实也就是这边画出来这样子的例子 那就是说我如果有了一个highly reliable的path呢 我只要把这个资料给独立出来之后呢 我得到这mbit 那这mbit呢 我看我需要比较做这个extraction的动作 那做或不做都无所谓 那就是看就是depends on 就是你这个path的一个property 那就是说你如果够好的话 那其实可以不用做这个entropic excretion 那如果比较差的话 那你就是做这个entropic excretion 把它从比较大的数量压缩成比较小的数量 那其实就可以拿来当做这个key来做使用这样子 那就是说我可以避免到 error correction 那避免到stabilization 就是基本上就会造成我一个比较长的latency 那同时我也不需要去额外的一个nonvatar memory 来储存它 那就是省掉这个nonvatar memory的cost 那就是可以避免到这么很大量的一个 很繁琐的一个步骤跟resource 那当然就是说看到这边的话 其实当然有一个highly reliable path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特别去探讨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因为其实大部分的path 都没有办法达到这样一个特性 我们还是需要透过一个很繁琐的过程 才能得到最后一个很好的一个reliable key 那其实刚刚在sram的例子上我们也有讲到 那这边就是再复习一下 就是说这个variations可能会变得非常小 就是说这个sram的话 比方说这个mmostransition可能是0.3V的一个VT 那另外一个mmos可能是0.31V的VT 那虽然说他们有一定的差异 那会造成说 你有比较高的机率 会是产生左边e右边0这个state 那但是还是有另外40%可能会是错误的一个结果 那就是说其实这样子mismatch不大 或是说variation太小的一个cell的话 其实他们会很容易受到transition的一个flutuation 或是aging effect的影响 那会使得整个操作变不reliable 那现在我们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说 其实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个VT是0.3 那这个VT是0.31 那有没有任何方式我们可以使得这个VT 不要是0.31 如果把它增加到0.4的话 那是不是这边可能就可以变成100% 0%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 那其实当然听起来有点奇怪 就是我们怎么让它把它增加 那实实上它确实是可以被增加的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些特定的方式 去actively的去enhance 这个mismatch 而且会增加这个两个之间的variation 那怎么做呢 其实我们必须要用到就是利用这个time dependent 的一个variability 就是说这个variability 是会随着就是这个device variation 会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这样子 好 那刚刚讲到说我们要怎么用variability 就是time dependent 的variability 来使我们mismatch增加 那其实这边就是提到一个burning的一个做法 那burning怎么做呢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这原始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才是有两个transistor 那这个transistor 1 2 他们其实他们的distribution 就会落在这个vt distribution 就会是同样的落在这样子 一样的一个distribution 那但是如果说我透过它做一个burning的方式 就是说我对两个这个mos 我们采取不一样的一个bias 不同的一个bias condition 让它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呢 那有可能它的vt distribution 是会被我拉开的这样子 就比方说 这边我来加一个高压 这边加一个比较低的电压 或者说反过来的话 那其实有可能就是说 经过了比方说几天 或者说可能你如果说强度比较高的话 可能经过几秒几个小时 或者说比较比较某的时间点之后呢 他们的vt呢 就会被拉开成这样子的一个distribution 这样子 那也看到说 就是说假如说 这样子的一个case的话 你可以看到假如说 虽然说我这边还是随机的 但至少说 他们就会有一定的 就是说 他们不会有就是落在很接近的一个情形 就假如说是这样子的一个distribution的话 他又很有几率就是说 这个n1可能在这个地方 n2跟v1可能在这个地方 那但是这个部分的话 他们就相对会有一定的距离 那当然你的burning的时间如果越长的话 这两个distribution 就很有可能会拉的越开 那使用这样的做法呢 我们就可以想办法去帮助 就是说我的两个device的mismesh 是拉大的 那就是可以让我的puff的ribility 其实是相对应的提高这样子 好 好 那这边呢 就讲一下比较常见的一个例子 那这边是针对sram path 透过他的bti 就是biased temperature instability的 这个bti的这个一个stress 去改善他的一个ability 这样子 那怎么做呢 那其实你看到这个sram 现在呢 我们先假设说这个上面这个 这个pmos本身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pmos 那就把他的bti是比较比较低的这样子 那 那可以看到说就是说 以这个情形来说呢 这个这个比较这个这个power up之后呢 它会落成这样子一个state 这样子一个state 就是说 左边这个node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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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ution node 它会是一个vd的一个电压 那右边这个v这个node 然后是一个0的这个电压 那就是它power up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power up出来这样子的结果 它会使得这样子的一个bias condition bias condition 所以呢会会让这个左上角这个pmos 它会受到mbti的stress 那这个mbti的stress呢 会让这个pmos变弱 也就是说会降低它的vt 那因为我跟你说 刚刚有说原本这个pmos的vt 是比较低的嘛 那但是这个时候呢 这个因为受到vti的stress 所以说它的vt也对应降低 那这两个呢 the difference呢 就会变得比较小 那就会变得比较不stable 那但这个情形也是我们不想要 我们不乐见 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利用它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不要让它keep 在这个power up pattern 就是说我power up 我读取完之后呢 我把它相对来说 因为stress是可以program 我把它program成相反的一个data pattern 就是相反的一个state 这样子 那也看到说那我把它反过来program 之后变成左边这个node是0 那右边这个node是vtt 那这样子一个bias condition呢 就会使得我今天右上角的pmos呢 会受到一个bti的stress 那左边那个就不会 那会照着什么情形呢 就是说它本来就已经比较弱的 这个pmos transistor呢 它就会被我弄得更弱 就是它会被受到bti的stress 它的vt会变得更低 那也就是说它这个整个difference呢 就会更高这样子 就会更大这样子 那所以透过program sram into its outpower 就是我program它成到一个相反的 跟power upstate相反的一个sade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去enhance它们的mismatch 就是透过这样bti stress的方式呢 去使得两个的 就是这个sram pub两边的mismatch更大 那使得它的整个operation更stable 那当然bti这个方式呢 并不是这么完美的 就是说因为它bti的stress相当比较耗时 那另外它bti的这个结果 其实也是在时间比较长之后 可能会被recover回来 就是说它这个effect并不是完全是permanent 那不过就是说这个至少都demonstrate出来 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burn in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 去使我们这个pub的variability 是提升了这样子 那下一个呢是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说这是一个samsamplified based的一个pub 那这个部分呢它就不是完全是用 像sram pub这样是用原始的一个structure 那这部分呢它就必须要增加一些额外的一些电路 那增加这些额外的电路呢 它可以去做到说去在这两个 这边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MOS或者这个MOS呢 去对它们呢去加入这个 就是让它们去受到这个 hard carrier injection这样子的一个stress 就是说使得让它有一个大电脑流过之后呢 这个MOS就会某一个MOS呢 就会受到hard carrier injection的一个stress的影响 那透过这样子的影响 它可以使得它的mismatch呢是增加 那这边也看到之后 我刚刚一开始画的那个例子来说 他们今天的mismatch呢 就会是原本是这样子的一个distribution 那看来是高斯的分布嘛 那其实最后我经过比较长时间的stress之后 它就慢慢拉开 变成一个by model的一个distribution 就是说它会有两个不同的一个group这样子 那当然随着时间越长 这个stress时间越久 然后它拉的越 它difference会拉的越开这样子 那就会使得说整个puff的performance 就是它的reliability上 其实是会越来越好的这样子的情形 对那当然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篇paper最后得出来的结果 其实就是说它经过125秒的stress之后 其实它biter array是可以被它降成是 降到是0的一个结果 那当然这个结果秀出来说 就是说使用它carrier的baring的一个方式 其实是一个相当effective的一个做法 那但不过其实有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它经过的必须要经过125秒 那其实这个时间其实是有点太长 就是说并不是这么好的一个做法 那再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因为它加上了这些额外的这些电路 其实它应该相对应的是有影响到它这个电路的uniqueness 因为可以看到说它这篇最后秀出来的结果 其实它的having distance fractional having distance 其实是大概落在0.47 并不是落在很接近0.5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就秀出来说 其实它这样子的电路 其实还是会它的uniqueness 还是可能会受到这些额外的peripheral circuit的一些影响 这样子所以并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做法 好那我们说明完就是有哪一些方式 可以帮助我们去improve path的reliability 那也讲到就是说 其实希望可以做到一个直接 path 本身就是intristically reliable的一个特性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一部分 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个关于 path 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intrinsically reliable path 那它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那也要怎么操作呢 那这边会做进一步的说明 那首先呢 这个reliable path的实现方式 那就是透过我们的tronomium behavior 那什么样的tronomium 其实是我们的mosfet transistor的 Giasi的tronomium 那你看到其实大部分的mosfet 就是我们这边最长大部分的chip里面 都会使用到这mosfet这个device 那这mosfet呢 它其实它有一个insulating的get oxide layer 那这个oxide layer呢 它其实会大部分的情形下 其实它是一个insulating layer 那这个insulate layer呢 它其实它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金格架构 那这个金格架构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断键的部分 那这个断键呢 其实就会造成有一些trap 在这个oxide 里面产生 那这个trap呢 如果说我今天对这个Galaxy 做一个加压加了一个比较高的电压之后呢 那会有一定的速率呢 会产生新的这个trap 就是新的这个trap 会在这个水机的位置而产生这样子 那产生出来的位置 实际上是随机的 那所以要经过某一段时间之后呢 会有一定的几率呢 在某个位置呢 出现一个比较靠近的这样子的一些trap 那他们就会形成一个procalation path 那这个procalation path呢 就会使得电荷比较容易 tronomium 从这个procalation path 从这个端点tronomium 到另外一个端点 那如果说我继续让这个oblue stress呢 维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呢 之后就会wear out wear out wear out 之后就奉承一个这个 所谓的 outside break down的一个路径 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有一个比较具有一个 比较强烈的一个tronomium behavior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说其实我这边开始有一定的tronomium current 在产生之后呢 他就会当然会使这边的温度变得比较高 那温度比较高之后呢 那在这个附近的产生出trave的几率呢 也会相对的提升这样子 那所以说也就是在 会在这个原本产生出procalation path的附近的 累积更多的trave 那最后形成这样子的一个 suboxide breakdown的一个路径这样子 那产生出这样子的tronomium path之后呢 其实这个tronomium path呢 它的它的特点就是说 你产生出来之后 你就没有办法把它消除掉 所以它是一个reversible behavior 就是说它产生出来之后呢 你就没有办法透过加压 或是什么其他方式呢 去透过电路的方式呢 去消除掉这个tronomium path 那所以基本上呢 你每次去读取的时候呢 都可以读取到这个tronomium path的一个特性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呢 来产生pub 那怎么产生呢 其实这边介绍了有两种作法 那一个是由立望在2018年提出来的一个作法 那另外一个是 是我之前PhD的时候呢 提出来的另外一个作法 那其实概念上相当相似 只是说电路实现方式有点不一样 那基本上呢 就是有两个 MOS Transistor呢 被放在 同时被放在一个Cell里面 那这个Cell呢 我们对这两个MOS Transistor呢 同时做一个加压之后呢 我们会通这两个电路都能够确保说 只有其中一个MOS呢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tronomium path产生 那另外一个是没有的 那两个 对两个Case来说呢 其实都是一样 就是说 只有一个tronomium path呢 会落在这两个MOS Transistor之间 所以说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区分出一个0的Case 跟一个1的Case 这样子 那就是说 我只要去透过读取这个tronomium current呢 就是说 确认说到底哪个路径呢 有读到tronomium current呢 我就可以透过它呢 去 derive出我的puff bit 那要怎么确保说 只有一个tronomium path 会产生呢 那其实电路上面 它用到的是一个self-limiting的一个mechanism 那这个例子上来说 我们看到这个puff呢 如果说 我们今天给它加了一个constant 一个voltage stress 就是把stress呢 透过这个Ax Transistor呢 把它加入到这两个MOS的Galaxy上 所以这个客们这个delta v呢 就会是等同于这个v stress 那经过比较长的时间 就是所谓的tidal breakdown之后呢 产生出了一个self-graydown path 或者说一个tronomium path 之后呢 就有一个电流呢 会流过这个get out-saturing 这个out-side 比较大的一个跨压 那这个比较大的vds跨压呢 它会造成什么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 它会去limit这个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这个电压 这个电压是会 会被降 这个Galaxy这个电压呢 是会被降低 就会是一个vds v stress 减掉vds 这样子的电压 那这样子的一个电压呢 就 不会使得这个额外 这个右边这个权势 因为这个电压比较降低 它就不会再额外的被 被受到一个比较大的stress 那也就是不会再产生 就是soft breakdown的情形 那也就是说 这里面整个电路上面 唯一的一个towing path 那就会是落在 最先产生的 这个 这个左边这个MOS 之上这样子 那当然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说 因为这个电流的量呢 也是被这个 这个 i-section制设 给限制住的 就是说 我可以透过这个 设定这个VG 这个电压呢 去控制所有电流的大小 那因为我控制了 这个电流的大小 所以其实我可以确保说 这个towing path的电流 是不会太大 所以说 其实我可以控制说 它的 呃 产生出来towing path 一定都是落在 一定都会是一个 soft breakdown的 behavior 它并不会是落在一个 比较 大 比较剧烈的一个damage 就是它比较 它不会产生出一个 很剧烈的一个damage 那对我们 path的 security 来说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好 好 那这边就是关于就是 intrusive reliable 这个 path 的这个一个 介绍 那当然在关于就是 前面我提到过 就是有一个 这个 利旺在20180产生出来的 path 那其实也是我们 目前很广泛 被使用的一个 path 那我们会在 下一堂课的部分 会再做 比较详细的说明 那这边就是跟各位介绍说 我们可以利用 就是 offside tunneling 那就是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这一堂课程 那 首先呢 我们想要的目标就是 我们要去 确保说 我们使用 path 来做的 这些security application 他们的quietness 是不是可以被确保 就是说 我并不会因为说 我每次读到 path 值不一样的 使得我本来 encrypt过的资料 没有办法被decrypt出来 那或者说类似这样的 情形发生 所以我们会希望 我们的 path 具有好的 reliability 那才能够确保说 我们的 security application 是能够正确的操作 那我们还看到 就是说 其实传统上的 path 并不stable 并不reliable 那传统上的 reliability 的improvement 的 method 除了说 用 ECC的方式 可能是太 太多的cost 之外 其他 额外的方式 可能就是 做法并不够 不够robots 并没有办法 帮助我们的 path 真的 真的 得到一个 ideal 的 reliability 那也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找 要去找到更好的 一个 solution 那我们其实就发现 就是 这种 quantowning path 他们其实可以提供一个 非常 highly reliable 的 solution 那也就是说 使用这样子的 quantowning path 我们就可以 得到一个 比较好 highly reliable 那同时也是非常 efficient 的一个 security 安全 安全 一个 security 方案 那接下来就是 再看一下我们 后续呢 会再介绍哪些内容 那首先呢 就是我们会讲到说 这些 哪一些 常见的 这个 path implementation 那还有就是 我们会去 针对这个 quantowning path 做一些比较详细的 一个设计的 设计的介绍 以及做一些 security的分析 那还有我们会 对这个 path implementation 做一个 详细的 一个benchmark 那比较说 各种 path的 优缺点这样子 那最后呢 我们也会介绍 就是整个 path-based security 的application 那我们会提供一些 一些 常见的一些 做法跟一些例子 来跟这位做说明 好 那谢谢大家 今天参与这个课程 那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 或是说 想要了解更多 相关的资讯的话 那 请就是 那follow我们 pop academy 那我们上面会有提供 更多各式各样的课程 给各位参考 谢谢大家